自衛教育覆蓋的範圍是非常廣 利用互聯網、人工智能、大數據、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 沿用在教學工作、教務管理、課堂設備和校園建設中 衍生出自衛校園和自衛教學這兩個範疇 現時發展自衛教育亦作為特區政府推動的重點工作 加強創意和科技教育亦列入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 亦作為一個重點發展方向之一 教青局亦在教組前2020-2021學年推出了自衛校園服務 透過統一的資訊平台向學校提供網上直播教學 和家校通訊功能發展網上教學 目前亦有約八成的學校利用平台支持在家學習 在2022-2023學年亦推出了智慧教學先導計劃 支持學校運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 持續追蹤和分析學生學習的情況 逐步構建以智能提庫、智能組卷和智能批改 這三樣是教學功能作為一個核心服務平台 至於人工智能教育的發展 政府亦都資助學校構建相關資源和設備 優化學校資訊科技課堂和教學 目前澳門亦追上了智慧教育的潮流 推動數位化、個性化學習空間建設 促進教育的創新 核心